好 接下來應該就交給Lighting Talk的最後一棒 總招 交給 好 沒問題 五分鐘嗎 好 我們就交給我們最可愛 最帥 又強又帥 無敵到不行的徐徐 那請大家給他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我相信他這幾天一定超累 好啦 喂 喂 大家好 那個雖然是我剛剛Cue過了 不過我想再自己Cue一次 各位 掌聲呢 做人是不是可以太貪心的 哇 我沒有想到今天Closey配備這麼高級 我居然還有一個主持人 真是太好了 好 那我等一下就回來進行今年Heat Come Peace 2022的Closey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的總招一聲令下 然後所以身為他的奴才復招 我就必須擔負起這個責任 就跟我們Opening Deerpad的部分一模一樣 然後首先讓我們緬懷就是我們可憐的復招們 這麼辛苦承擔了總招一切不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為了送上我們對總招最高的敬意 所以我們這次的投影片裡面一定要包含動畫 但是不會旋轉 對 你的個人特質已經被我們消除了 第18年我們是嶄新的一年 好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這兩天呢 我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首先第一天我們邀請到了 然後我們邀請到了總統蔡英文來到我們的Opening進行致辭 然後我們也慎重 我們用規劃 花了很長的時間規劃 然後跟輔放協調 然後進行了這一場 然後邀請到他來進行支持 然後給我們很多很非常意義深重的說詞 還有他跟我們分享的內容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總招Mars進行了他前面的介紹 然後副招Danny也進行了後面 關於遊戲更詳盡的介紹 感謝總招Mars跟副招Danny 然後在第一天為我們做的Opening 然後接下來第二天呢 我們邀請到副總統蔡英文來看一下我們的場地 然後跟我們的年輕人士 跟我們的企業跟社群進行深度的交談 讓他了解我們 然後也讓他知道我們有什麼樣的需求 我們未來可以發展成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也想要聽聽他們那一邊的說法 那也是花了我們工作人員非常多的心力跟時間 然後完成了這一件事情 那這也算是我們的一大創舉 我們同時邀請到了總統 也邀請到了副總統 力臨我們的現場 然後這是我們這次報道的人流當中 發現就是 雖然說跟 好 謝謝辛苦的一成助理 然後我們報道的人流非常的多 就是這樣塞滿了我們整個場地 就是說我們換了一個新的場地之後 它一直也承載不像我們的熱情 跟想要來參與我們活動的成員們 然後就是我們的實體報道率總共有87% 不是我們調整過的數字 就是剛剛好87% 然後非常感謝各位 然後非常感謝各位 這個裡面的每月趴數都是各位 就是你們都有包含在這裡面 然後接下來提供一下 餐飲組給我們今天 你不需要的知識 各位都知道冰淇淋是Heatown的靈魂 然後我們這次有統計到冰淇淋的冰品任何程度 我們發現比起冰棒各位愧眾更喜歡吃冰淇淋 然後我們發現大家一定會問說 那巧克力口味呢沒有拿到還會生氣 到底為什麼要對巧克力生氣 然後接下來我們芒果冰棒跟紅豆昏貴是55比45 然後它的對數字非常接近交戰非常的劇烈 好 那但是我覺得 但我覺得冷氣很冷 所以其實我都沒有吃到冰我覺得有點遺憾 我沒有在這個數據裡面 好那接下來回顧一下我們發的這次大會紀念品 不是發的不好意思 各位你要花錢購買的Heatown紀念票卡 跟Heatown魔術投資 各位同學我們做得非常的精美 如果你錯過了今年 你可能再也沒有機會買到了 然後可是如果你還想要的話 可以關注一下Heatown上面的蝦瓶賣場 如果還有機會試出的話 應該有機會在上面找到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可以去看一下旁邊人的包包裡面有沒有 那另外我們還有賣一個東西是黑力無線充電板 對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來沒有買到很可憐那你就看一下圖 可以再看一下 如果沒有買到的話 可能就真的沒有了 好 那接下來介紹 來回顧一下這次的議程活動 這次我們活動非常多 相信大家也會覺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在官網上面其實有做 官網跟蜂場上面都有公布 分類讓大家去深度了解我們 到底這次有進行什麼樣的活動 也是感謝活動組非常辛苦 籌備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議程活動裡面就有包含Warshop 在Day1跟Day2的時候 我們共進行了七場Warshop 然後在資安沙龍裡面 更有三場在Day2的時候 然後像Bounty House Bounty House Bounty House已經有很多人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們在跟攝影族討論的時候 說Bounty House要拍照 那裡面的會眾 裡面的議程不能拍 那我們要拍什麼 我們要拍一個空的會議室 對 所以Bounty House 就是在一個黑黑的環境下 然後我們會進行幾場議程 那裡面是什麼 各位不好意思 如果你沒有去參加的話 只可以讓你看標題 好 所以在Day2跟Day1的時候 我們有進行七場Bounty House裡面的分享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議程活動是Lightning Talk 就是剛剛各位參與的 我個人也有參與到 我覺得拔線其實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對 想要希望各位也喜歡 然後我們今年有比較特別的事情 是我們把白板 我們的Lightning Talk 報名的地方呢 是隨機移動的 我們看到我們就去退一下 所以你永遠不知道它會出現在哪裡 然後接下來我們進到攤位活動的部分 然後不知道各位今年有沒有參與大地遊戲 然後大地遊戲 我們花了非常多心力準備 然後這次參與人數 總共有250人以上 然後攤位活動的話 有Village 我們總共有11家 有參與到這個活動 那也是感謝這些社群熱情的支持 跟來參加我的活動 然後現在我們還有這次還有 HECON跟REAT 數位人才美和平台 就是在角落 在這個會場角落的地方 相信各位都有看到 非常多的攤位 非常多的人 然後現在他們有贊助商攤位 對 然後說到這個地方 那就要來提一下今年的贊助商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 今年主辦單位 是經濟部工業局 然後社團法蘭 台灣海客協會 跟全區路 它還有財經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然後接下來要進到重點環節 我要來感謝各位 乾爸乾爹乾娘們 先要感謝我們的贊助商 尊榮級的TX1 Networks 然後感謝非常注重 教育推廣的奧義智慧科技 然後感謝天龍級的贊助商 戴富Core 臺灣大哥大 情業中信 跟紅孩研究院 然後感謝鑽石級的贊助商 KK Company Panasonic 404科技 中華資安國際 臺灣微軟跟Google 然後感謝經濟的贊助商 博物科技有限公司 臨近股份有限公司 樂天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Tenable 資產卓越中心規劃監製計畫 臺灣資產促造中心 感謝營機贊助商 臺灣電腦網路危機 處理 近協調中心 還有IPIP 然後10市人力銀行 跟地闊智慧科技 然後感謝特殊級的贊助商 在各位的衣服跟你們的識別 證代上面都會看到 感謝贊助紀念一的TX1 Networks 感謝贊助識別證代的代夫Core 感謝贊助大會聯盟紀念品的 樂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然後最後感謝合作夥伴 教育部先進支通安全食物人才培育計畫 跟聯發科技還有HackMD 希望有內地比總的還要順一點 有嗎 好 那來回顧一下 接下來線上活動的部分 還有Hecom Online的地方 然後Hecom Online的參與人數也非常 非常的多 然後也感謝大家參與 記得上線人數大概有300到400 300人以上 對300人以上參與 好太好了 然後線上活動的話 還有World Game的部分 破台第0關總共至少有53人 因為這是比較早的數字 所以相信現在數字已經更多 破台總共有16人以上 然後接下來在線上活動 還有煉骨大會誰與爭鋒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部分呢 是希望活動主人可以剛剛把他講完 可惜他剛剛被我拔線了 所以我剛剛拔線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餘心不忍的 那不知道主持人 我們可不可以讓他把它講完 好啊 可以啊 上來 但其實我現在回頭看一下活動主的圖 都有點無法用正常的心態去看待那些圖了 我剛剛下面的時候很掙扎 我想說要把圖全部換掉 來不及囉 可是活動主主長不見了 沒辦法 好 那他的組員有要幫他講嗎 OK 組員也不見了 那你繼續吧 OK 好 那以上的線上活動呢 我們都會記錄在我們的一些社群平台上 粉絲團 IG 然後部落格上面都會有 然後最後提醒各位 我們這次在線上活動的地方 Worgan 我們會多開放一週 讓各位有體驗的時間 然後如果你想要回顧這些活動的話 也歡迎到我們的社群網站上面去關注 然後去看我們今天也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最後這個地方請各位舉行的雙手 把你的手機拿起來 找我們的實體意見回饋問卷 然後這個地方你只要填寫的話 明年我們就會抽兩名送當年的實體本票 但是有沒有明年我不知道 反正我決定要慫了 好 然後這邊QR Code 燒起來之後給各位五秒鐘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那線上的夥伴們不用擔心 我們也有準備線上的意見回饋問卷 在這裡 好 那 你不倒數嗎 對 但後來暫停 對 好 那最後我們有準備一段影片 剛剛口頭介紹你可能覺得不滿足 所以我們有準備一段影片讓各位看看 我們今年到底做了什麼 歡迎各位來到台灣太坑年會 TECON PEACE 2022 今年的TECON 將帶來截然不同的體驗 今年是台灣太坑年會的對第十八年 而十八年對TECON來說也是一種被變 我們相信在此之後 資安領入在各方面的成長 它都會是爆發現的 也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資安不是特定人的課題 大家都要對資安有個一定程度的認識 因此十八年對TECON來說 只會是另外一個起點 我們還有很多可以做也應該做的事情 如何因應不同的資安漏洞 提升我們資安防疫與應變的能力 持續強化國家資安的聯防體系 確保國家的穩定跟發展 今年年會的核心精神 TECON PEACE 也呼應了這個重要的期待 我也注意到今年的年會主題 網路戰的生存指南 我非常期待透過海客社群的文化 可以共同針對當下的挑戰 思索出更有效率 更完整的攻防 因應模式 解決會保持有效率 解決會進行 發展 目錄 解決會 解決會 Ja Cab 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聲啊 好 那在這邊最後要謝謝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將近170位 然後從前期的籌備 然後最近的熬夜 然後還有走在場地的時候突然抽筋 還有午餐沒有吃 剩了很多便當 然後沒有機會吃到點心跟冰淇淋 所以這邊要再次感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感謝你們花費的心力跟時間 還有對HECON的熱情 那各位希望我們明年2023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